斯里兰卡是陷入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外汇存底几乎用尽 名声必需品进口停滞 并且在5月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与暴动 国际货币基金IMF派遣特别小组前往可伦坡 讨论纾困事宜 30号结束谈判行程 也表示这一趟行程取得了重大进展 IMF发表声明表示 双方就IMF中期贷款计划进行了具建设性与成效的讨论 新救援方案的目的是恢复斯里兰卡的经济稳定性 以及债务可持续性 同时照顾到平民以及弱势族群 保障财政稳定性 加速结构性改革来应应这个贪污的问题 释放斯里兰卡的发展潜力 和印尼国会在30号是通过了法案 确定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省要增设三个省区 行政区将有两个变成五个 而这一项法案将会削弱巴布亚省原住民的自治权 引发当地民众不满 巴布亚省虽然是拥有丰富的黄金以及铜资源 却是印尼最穷的地区之一 印尼政府认为增设省区 能够促进巴布亚地区的发展 不过人权组织却认为 政府将巴布亚划分多个省区 只是为了要削弱当地原住民的身份认同 以及反抗力度 并且剥夺他们的自治权 泰国在30号是指控缅甸侵犯领空 并且袭击了边境少数民族武装团体 随后泰国军方在泰缅边境出动的 两架F-16战斗机向缅甸的军方发出警告 泰国有一名目击者就指出 在距离边境大约5公里的村庄上空 看到了一架战斗机引发居民恐慌 甚至有一所学校紧急将学生送往防空洞 准备要避难 而针对指控缅甸当局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回应 请订阅按赞分享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